妈你这九层火锅干啥呢 你看不见我把火锅呢 你把火锅你去专业地方拔 你在家拔什么 这那么多庄稼纸盒子能点燃怎么办 多危险 大哥你再安家啊 这都拔你给我了 我想咋办就就咋办 我又办 我害办 我给你办一个 不是 妈我跟你说你赶紧把火锅灭了快点啊 我就不灭你都咋地 这是你逼我的啊 喊我爸 喊你妈别喊 爸 我跟你服 我都给你服了 别喊你爸 那么我过来都不够用了 我头也不弹 妈我求求你了 你把这火灭了 玩多危险啊 害怕啊 别服了 灭不了 妈我跟你说你别逼我 我跟你说你别逼我报警 我跟你说 报警啊 报 报 哈哈哈哈 阿姨你好 我们接到报警电话 说你在玩火 阿姨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放在这里 如果发生几例情况 我们无法接着的逃离 好 好 喊 妈呀喊 还有阿姨 这个纸盒子不能放在室内 这个是易燃物品 要放在室外 好 弄 我马上弄 来吃饭 谢谢阿姨 但是我看你们这厨房 存在的一定消化隐患 需要重新打理 我总给你套了 你们通通通 不能通通 我说过 妈你干嘛 人家说了不让放这 你怎么又放回来了 我已经放这人了 谁能管着我 谁能管着我 我已经放上了 哼 谁能管着我 他说感觉我喜欢人家伙 你跟陈君应该放二百 他那个自小呢 他放屋里确实危险 以后妈妈再放这种操控 你一定要支持我 你们说对不对 没事阿姨 您继续说 我在听 哈哈哈